原来是2004年到11楼 隔了几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空间也很小 就搬到这里 放了很多小玩意 然后也喝茶 朋友来这边也要 从小就有点书法 然后呢 大学之后就画了油画 那画油画就很顺利自然的 就是把传统的书画这块 就原来喜欢那块东西 给带过来 油画这个美剂 或者架上这个美剂 怎么样打通就是 观看世界的这么一个方法 有政治题材 也有一些历史题材 都跟大众很熟悉的一些事件 有关系 应该是一系列里面展开不同面貌 然后它们又之间又有关联的 那关联性呢 可能在手法上 它也有一些不一样 如果慢慢寻找 有细心的观众去看的话 它还是可以看出来 有些有共同点 或者是它有共性的东西在里面 这种共性的东西 实际上还能吸引我 然后也是一直来 我持续能够坚持下去 分享给我们视频 得跟他 viewed 订阅 если我们一些东西 我第一次 你是